來這一節呢我們來講一下怎麼樣安裝外掛的Plugin軟體 然後我們按這個使用Elementor編輯 點擊一下 Wow 感覺很不一樣很厲害的樣子 哇塞真的耶 哇真的跟Webly好像喔 左邊都是元件 哇這麼多 哇這麼多元件 左邊都是元件 然後右邊 對右邊這邊就是去新增 好那使用方法我猜應該跟Webly一樣吧大概用一下 拉圖片來看放開 真的耶然後點擊一下在這邊選擇你的照片 上傳或者是圖庫裡面好先選擇圖庫裡面的照片就好了插進去 哎呀真的耶 感覺還不錯 功能蠻多的而且還是中文的耶 嚇我一跳耶 真的還是中文的 怎麼會這樣 真的是中文的 好然後文字 蘭 蘭拖曳過來 欸兩欄 每一欄 每一欄都可以獨自放 放自己的文字 比如說文本編輯器 拖過來 放開 真的跟我想的一樣 然後這邊也可以 這邊可以拖過來 假設我要放一個Google地圖好了 放開 真的耶 真的耶 哇 這邊只要輸入地址 輸入公司的地址 保園區 中府六街 18號 哇好方便啊 好方便啊 太好了 好方便 好這時候呢 哇 找時間來好好玩一下 好這邊 這邊有一個儲存到草稿 Draft草稿 Save a template 做成一個範本 Publish應該就是發佈出去了 發佈一下好了 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preview 預覽一下 這樣做網站好方便啊 好好好 之後再來玩 這一節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好那 點擊一下 再點擊回去 再點擊一下 跳出Dashboard 跳出 跳回去 就回到原來的頁面 哇 所以這一個編輯過的頁面之後 如果要再編輯的話就變成要 使用這個Elementor這個來重新編輯它 使用Elementor重新編輯它 那它就會再跳回來這個頁面做編輯 因為它已經不是原來的編輯器可以去 可以去做編輯了 原來編輯器已經沒辦法應付這種 這麼複雜的 所以它會跳回來這個編輯器 好這個以後 真的有興趣以後再來解說 我們這一節就先講到這邊 好這個就是安裝外掛的一個方法 那要升級成這個商務板才有辦法使用這個外掛版本 OK好我們這邊就先講到這裡 Cyber什 字幕蔬爾 片甲条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